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哎 得了 好了好了 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层领导 哎 咱要点脸啊 管着十来个人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可以了 谢谢您吧 哎 下午上大会啊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都是这样 今天是这个德云社天津分社开业这个系列演出啊 有点接近尾声那状态了 哎 师父明天再演一天 然后也要启程 接下来有下面的工作 有别的活 明天节目可不错呀 明天怎么了 明天咱们这个阔别舞台一久的这个边儿哥哥呀 哦 张老师就来了 你们都有明天的票吗 没有 这咱们我也没有明天的票 对对对 但是我明天还能来 咱们在台上 哎 得了 那要抢了票呢 就欢迎您到剧场来 是 没抢了票呢 咱们没事看看那个短视频呀 也是挺好的 优酷会录 哎 反正五一期间呢 大家一定得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 对 您向上说的也不错 我不行 这是我搭档啊 姓王叫王九龙 这是我的名字 有熟悉他的朋友啊 也有熟悉我的 是 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时间也不短了 都七年了 对啊 都七年了 在这七年当中呢 我们哥俩可以做到 没吵过架 没红过脸 没拌过嘴 没说过话 对 我们一般直接薅头发直接就 那怎么你的头发越薅越少 这都天道好轮回 这都是 没少说过话 净聊天说话了 关键我们哥俩呀 对这个相声艺术啊 特别的默契 怎么呢 好比说有了搭档 我想把节目包装成这样 哦 哪个说我必须往这边包装 是 你这样就容易产生矛盾 哎 我们哥俩从来没有 三观一样 任劳任怨 应该的 在天津咱不敢说 北京有时候我们 这个剧场演完了 赶场到那个剧场 经常事儿 小剧场不就是 挣个车马费吗 可不吗 不带着人挣钱 还让人赶场 没有怨言 我是爱相声 头两年没有车 条件差点 哥俩坐公交车赶场 还很正常 感动啊 有人那公交卡没钱了 怎么办呀 王九龙背着我去演出的 我也太爱相声了吧 就是咱俩关系不错 关系比较近 关系好 咱们得防鼓啊 防鼓 没听说过那个八败之交吗 这词我倒是听过 咱先说几个最有名的啊 八败之交 八败之交 也有那个桃园三结议 刘关张 黄磊 黄渤 孙红磊 三个人 站起来欺负张艺兴 没听说过 我都说出刘关张来了 你说刘关张了吗 说您这耳朵上火了 那你 哪哪三位 刘备 关羽 张飞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站起来 保着唐僧取经 对了 您这都看穿了 您这都 那我改名买点那正版的 对 没有唐僧的事 哥仨关系特别好 对 宁学桃源三结议 莫学瓦冈 一炉香 这后半句什么意思 瓦冈寨 四十六友 甲车楼结拜 一个头磕在地上 亲哥们一样 关系好 本来因为他们也是反这个大随朝啊 他们之间也有矛盾 是吗 后来这哥四十六个 全都散了 也有好朋友 有吗 李密和王伯党 这俩人 这哥俩是最好的 这个王伯党一路保着李密 且战且退 后来跟这个李世民的军队打仗 唐王 让李世民把这哥俩 逼到一个山谷里 这个这个李密一看完蛋了 怎么就完蛋了 今天交代在这儿了 为什么 这叫断密剑 地名叫断密剑 过去人都迷信 他叫李密 是 这叫什么 犯了名讳了 断密剑 今天肯定断送于此 完了 哥俩正感叹着呢 李世民的大军赶到 在山头之上 冲着哥俩喊的叫 万箭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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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么的危险 这个时刻 王伯党趴在了李密的身上 为李密遮挡乱箭 太够意思了 血肉之躯 遮挡乱箭 你看看 最后王伯党被乱箭射死 太惨了 李密被王伯党压死 压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咱们 交朋友不能找胖 对 人孙岳招你了 我提孙岳了 我没提孙岳 净拉仇恨 他后台就有着外号 我有外号 交朋友特别仗义 人送外号 活王伯党 他们也是夸我 不是夸您 您就是活王伯党 没没没 我这浅着呢 您就是活王伯党 您就是 您绝对是 怎么听那么像骂街 怎么 咱可不敢骂街 王伯党 这人 交情绝对是这份 我跟他关系不错 关系好 八败之交 杨左 杨绝哀 左伯陶 这故事您了解吗 您说说吧 给你讲一讲 这个是春秋战国时期 储元王昭贤那世 杨绝哀 左伯陶 约好一块上京 求关系 走到这个深山老林当中 坏了 怎么 这哥俩是文弱的书生 没有什么野外经验 穿的这个衣服 带的干粮 都不够用的 那怎么办 要这儿走 俩人都得动恶而亡 全完 看出左伯陶 够意思 他怎么了 把自己衣服脱下来 脱下来 都给了杨绝哀了 干粮全给杨绝哀 那意思 兄弟 你拿着我这套东西 你上京求关 太感动了 左伯陶为了杨绝哀 心甘情愿 动恶而亡 这是哥们 九龙 你好 咱俩关意怎么样 不错呀咱俩 要把咱俩放在这个情景里 你愿意跟左伯陶似的 把衣服干粮都给我 你为我 动恶而亡吗 要是真到这个时候 我乐意 真愿意 真愿意 死去 死 您俩怎么说的一样 你们俩怎么说的 这都是老百姓的心愿 我真死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咱说这话 杨绝哀也不错呀 高官得座 骏马得骑 回到家里 后葬了左伯陶 也够意思 有一天晚上啊 左伯陶给杨绝哀托梦 托梦 说兄弟啊 你把我埋这个地儿啊 离荆轲太近了 荆轲 荆轲是赐秦王那个勇士 半夜 带着一帮孤魂野鬼老 打我来 各位您绝想不到 什么呀 杨绝哀梦完之后 一觉醒来 拔剑自吻 自个儿也不活了 死尸埋在左伯陶边上 哎呀 历史有名的 二鬼战金科 你看看 怎么了 先别好 先别好了 别说 都是傻子 他明白了 您知道吗 咱慢慢地骗他 对不对 不是 那是木棍呢 我有种不祥的 你不是很祥 那个咱俩关系怎么样 兄弟 我问你 咱俩关系 其实也还一般吧 反正 不是怎么了 这是摄像机 你同时摄像机 说点那个好的 好不好 咱俩好 关系怎么样 咱俩关系确实好 比如有一天 你别老比如了 我 给你托梦 你给我托梦 我说金科欺负我了 你愿意 跟那个 是拔 为我拔剪字的 一抹脖子 死尸埋我边上 咱俩二鬼战金科吗 怎么这事 都让咱哥俩赶上了呢 怎么 我就问你 愿不愿意 我跟你这么说 咱要真到这个时 有这么一天 真的各位 我愿意 真愿意 我真愿意 死去 怎么都是我死 我给您说点单口相 你先别别别 有灵友心翻 别说别说 别说 去你的吧 像话 怎么了 您这竟问我了 我还没问您呢 你要问我什么 咱得掉一根 对不对 交朋友嘛 假如说 咱们哥俩有一天 咱们混残了 咱们走到 深山老林里边去 您等会 我为什么要跟你 去深山老林呢 我在这么繁华的城市 这么美丽的天津 待着不好 先别放 多么文明 多么美丽的城市 我是举例子 真的是有一天 咱们哥俩 混了 落落牌了 咱们俩到深山老林里 您愿不愿意 把您身上衣服脱了 给我身上的干粮 都拿着 都给我吃 小龙你吃吧 你吃吧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你有点过于直接了 不是兄弟 你心里没说 你一米九三 我一米七八 我一米八 谁一米七八 谁一米七八 你不一米六五吗 你不 凭什么呀 我一米七八 我把我的衣服给你 你愿不愿意啊 我那秋裤给你 你穿上跟蜡裤是一样的 我给你一秋一秋裤 你穿上是露西装 兄弟对不对 你甭管 我穿什么装 你愿不愿意吧 我给你 我的东西给你 你也不够吃的 不愿意不愿意 好好好 行 咱不说这个事了 假如说 张老师 我让荆轲给欺负了 半夜我给您托梦 停 你停 不可能 托梦是迷信 而且朋友们 咱们得破除迷信啊 梦是反的呀 梦是反的 你给我托梦 说荆轲欺负你 没准是你在那边 欺负荆轲呢 你这个不是 我欺负得着他们我 而且朋友们 你事咱得顺办 什么意思呀 不是荆轲欺负你吗 他欺负我 我给你签坟呀 我走 对呀 我走 这会看出咱哥们够意思了 那你说说吧 三晶半夜 半夜三晶 晚上 带着一把铲子 铲子 带着铲子你认识不认识 我知道 带着铲子 到你坟前 必须黑天去 为什么呀 白天我的肤色目标太大 白天他就露馅了 到你坟前 打去坟头土 把装你那个塑料袋拿出来 不是 我连个棺材都没有 我活一辈子 我到死 我连俩我来一塑料袋 我 太水了吧 我演 塑料袋 物美大卖场的 你什么卖场 他也是塑料袋 物美大卖场的 然后还有你特别喜欢 那个太阳花 对 都给我带着 还有那个小夹子 都在里边 我的手办 给你打开了 由于密封不太严 你在里边呢 已经烂掉了 对 这都是我哥们说的话 我已经烂掉了 什么您说 那不行 别着急 马上就有骨灰了 把你这骨头拿出来 都是骨头 找一个300斤的大石碾子 干嘛呀 放在你这骨头上 张九龙 你 酒子喝大师哥 和 德云酒队队长 这仙好 亲自给你推磨 推磨 我也有劲 一般的小黑轮干不过 是 是 是 什么样轮都干不过 亲自 你那铃铛呢 你那个 行别嘎啦了 给你都磨碎了 磨碎了 这回该骨灰了 知道吧 呼到在报纸里 好 好 家嘎着窝里 嘎着窝 不是 你给我来一袋 行不行 家嘎着窝里 你太不尊重我了 哎 家嘎着窝里 出海 出海 去公海 干嘛去那儿啊 公海比较远嘛 哦 站在公海的船头上 是是是 把包你这骨灰 这报纸打开 拿出一个 戴森的吹风机 还戴森的 这给你用好牌子呀 我谢谢您 哎 把你骨灰打开了 冲入你的骨灰 嗯 这怎么意思啊 拿反了 对 你会用吗 你拿反 全新鲜来了 你看这 我是骨灰多点 你也不能造进我骨灰呀 你这人 我再挣过来不玩了吗 你挣过来 那灯飞了 都挣过来 哎 站在船头 给你的骨灰 报纸打开了 冲入你的骨灰 兄弟 荆轲再也找不着你了 好 好 有道理 确实是 真的各位 荆轲再也找不着我了 嗯 我都找不着我自己了 您给我挫骨杨辉了 您这都 这就是处处都是你 你甭处处都是你 有您这么交朋友的吗 反正还真生气了 这人不讨厌吗 咱们不是给朋友讲个小故事 让您了解一下咱这传统文化形容交朋友吗 您说点那好的 这里没有咱俩的事 那您别瞎举例子 我希望咱们在后台做交朋友的楷模 那是 我们后台也有特好的哥们 咱后台 嗯 大小跟我们一块长起来的 谁呀 郭麒麟的 他没跟咱一块长起来呀 咱是08 09年认识 都一块慢慢成熟都长起来了吗 他不还那样吗 他不 不是说他长半截不长了 不是说身高 一块成熟起来吗 他是很成熟 郭麒麟是咱俩的榜样吗 榜样 减肥 他人家瘦了 瘦身 瘦身 现在火了 火 郭麒麟这小子好家伙 半年 半年接12个综艺 不是怎么 人家有活人家 累死他呀 累死他呀 你没活是吧 我也有活啊 拉末是吧 我凭什么拉末 半年接12个综艺 马上人家电影 上线了 什么电影啊 还没说呢 还没公布 得了朋友 咱哪说哪了啊 是 都别往外传啊 一听一乐 大概在今年的贺岁党 贺岁党 能挤进贺岁党 不是一般人啊 那是 郭麒麟男一的电影 他演男一 男一 哦 那电影叫什么 这名叫什么呀 寡妇 哦 这电影叫寡妇 男一号 郭麒麟演男一 哎 男一 他演那死鬼 这不是 是吧 你头一集上坟就是他相片 那也没多大戏份 那都是精修过的 你精修他不也是死鬼吗 哎 马上 再到明年 明年的暑期党 你全知道 有一个大跨界的合作 什么呀 相声演员拍电影 哦 太常见了 什么 哪个相声演员拍过科幻主义的电影 呦 这高了 是不是 高了 多人演球 哦 郭麒麟主演一个超现代主义的科幻电影 叫 叫 莫 哎 这名听着就不错 你听着名就高科技 叫 叫莫 他演的谁啊 他就推着莫 周游世界 哦 这是你兄弟是吧 哎 什么叫我兄弟 你俩都推着莫 郭麒麒麟算是我们的好哥们 那 但是长大之后呢 还是我跟九龙在一块 相处的时间最长 人家比较忙 九龙有什么事 哎 都是我帮着人家摆平 互相照顾 我跟大家能说说吗 什么呀 九龙有女朋友 哎 对 是有个女朋友 有女朋友 对 我给他介绍的 哎 他是介绍人 好 因为他打小在戏校上的学 咱学过 里边小女孩偏少一点 对 我是正经学校上的学 您是什么学校 你管着吗 你 他不说他 他不说 咱排练提正 我是正经学校的 我给他介绍的女朋友 是我学校里边的保佳姨 我 的闺女 您说清楚了 好 保佳姨的闺女 您别大喘气 介绍给她了 小姑娘不漂亮 好看 特别漂亮 但是九龙不知足 怎么呢 有时候啊 认识这小女孩 在一块之后了 夜不归宿 不是夜不归 咱不是排练节目呢 你死不死 你 怎么了 我哪看排练节目 咱们得写节目啊 创作呀 夜不归宿 啊 夜不归宿 我干嘛去了 有时候人家这小女孩 自己在家 我们之前是同学啊 他们认识 晚上哭着给我打电话 太可怜了 哭着给我打电话 喂 九龄啊 我跟你说个事啊 王九龙这会儿没回家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有外遇了 胡琢磨 怎么办 宁差十座庙 不毁一桩婚 老花 我得替我哥们 往圆圈那儿说 你得帮着我点啊 没事妹妹 首先要跟你保证啊 什么呀 王九龙啊 不是那儿的人 我谢谢你 好不好 好 二一个呢 遇上事咱们得往好处想 对 王九龙这会儿没回家呢 兴许是让车压死了 看 有您那么说话的吗 交朋友嘛 你没您那么交朋友的吗 我希望咱们哥俩 在交朋友这件事上 做后台的一份楷模 是是 咱们之家 何分彼此 哪分贵贱 咱们不能拎这个 上山时 你扶着我脚 下山时 我踩着你肩 多好啊 我老在下边是吧 我就说互相帮助 你说反了 我换一个说法吧 再来 咱们得互相 得把最不好听的话 就是有什么意思 直接提 直接提 好 你得听我呢 我听你的 你要是不听我的 你得死我前边 那我要听你边呢 我死你后边 那不都一样吗 这也不合适啊 你们说的不对举例子 就这么说吧 再往后说啊 我以后要张九龙 我要有了个儿子 你有儿子 是你的干儿子 没问题 行不行 必须是我干儿子 你得管的 我必须管 你王九龙 你要是生了个女儿 我来个小女孩 给我当秘书 我踢死你 怎么你要踢死你 你幼脸 你生儿子 给我当干儿子 我生女儿 给你当秘书 不行吗 我也是儿子 行你也是儿子 我是儿子干嘛呀 我也生儿子 就说呀 谁要在后台 说王九龙不好 我跟他生气 谁说你一个不字 我也不干 别的啊 送我一根 一根 送我一根 那个 什么 四十米长的人参 四十米长 四十米长的人参 人参 我不要 给王九龙送去 哥我跟你说 这电像杆子 我也用不了 你知道吗 我用不了电像杆子 你知道吗 电像杆子有吗 四十米长的人参 我就说那好的补品 给九龙送过去 你要这么说哥 别人送我一个 两万吨的大金砖 我不要 给我哥哥张九龙送去 太感动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就这么说吧 有一天呀 咱哥俩坐到后台正排练节目 怎么样 快递员一敲门 哪位是王九龙啊 打黑快递一看 什么 里边装了一坏蛋 坏蛋 这你要收下你就是坏蛋 那怎么办呀 我能看你当坏蛋吗 一把抢过来塞我这儿 哥哥当这坏蛋 你要这么说可不行 我得把这坏蛋从你那儿拿过来 得塞到我这儿 我是那坏蛋 我从你那儿抢过来 我塞我裤兜里 我是这坏蛋 我把这坏蛋从你裤兜里拿出来 我塞我鞋颗里 我是那坏蛋 我从你鞋颗里抢过来 我塞你嘴里 我哥 是这坏蛋 有塞嘴里的吗 那个 自然味不好 没那不能塞嘴里 那我就揣我上一夸兜里 我是那坏蛋 我把这坏蛋从你上衣夸兜里拿出来 我哥 我哥 我裤兜里 我是那坏蛋 我从你裤兜里拿出来 我放我们家床头柜里 我是这坏蛋 我把这坏蛋从你床头柜里拿出来 我哥 我大衣柜里 我是那坏蛋 我把这坏蛋拿出来 我塞我的保险箱里 我是那坏蛋 我把这坏蛋从你保险箱里拿出来 我哥 我保险箱里一边 拿钥匙宁死了 把这钥匙扔盒里 把这盒填平了 我是那坏蛋 我看你挺喜欢的 不是 你得要 你得抢啊 我还得抢 坏蛋呢 好嘞 我把这盒子挖出来 我在里边左找右找 左找又找 找这钥匙保险柜打开 把这坏蛋拿出来 我放你们家祖宗牌位上 我是这坏蛋 你说什么 我放你祖宗牌位上 我是这坏蛋 放我们家祖宗牌位上 诶 不是 张静伦你可太损了 咱不抢吗 你要这么说可别怪我了 我不怪你 得嘞 我把这坏蛋从我们家祖宗牌位上拿下来 我是翻山越岭 越岭翻山 来到你爷爷的坟前 打去坟头土 撬开棺材盖 把这坏蛋扔你爷爷棺材里 我是那坏蛋 太坏了 行吗 真下巴 可不吗 我把那坏蛋从我爷爷棺材里拿出来 翻山越岭 越岭翻山 来到你爷爷坟前 打去坟头土 撬开棺材盖 刚要扔 哟 还扔不了 怎么呢 里边有一坏蛋 哎 这个 哎 他爸 这世界很苦 都没见到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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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见到